作者 按摩师 演播 画骨 腐白 后期制作 林恩 第345集 秦晨还没说他的条件呢 其实我什么都不要 我只需要我陈帝格在百朝之地的一切生意都受到陛下保护 同时我还要承西贫民库的开发权 呃 承西贫民库的开发权 你要这个做什么 刘玄心正着了 到时陛下自然会知道 就是不知陛下同不同意呢 好 我同意了 根本没有任何犹豫 刘玄心直接拍板道 这简直是送上来的好处啊 只要秦晨的陈帝格的确没有颠覆他大威王朝的野心 那他傻子才不同意呢 很快 三方正式签订协议 看着协议上的单格大宴 刘玄心一颗心算是彻底放回肚子了 陈少 你要那西城贫民库干什么呀 而且直接给他们大威王朝一成利润 这也太便宜他了 刘玄心一走 卓清风忍不住询问他 哼 卓格主真的觉得便宜刘玄心了吗 秦晨吓着看来 呃 难道不是吗 刘玄心只要提供原材料就能得到一成利润 跟原材料价值相比 这一成利润太多了 而且他能让宫廷猎药时采与炼制 并且掌控丹药的销售渠道 这对他来说 这不赚大了吗 卓清风吴语道 既然你说他赚大了 那我问你 我们现在想发展最大的瓶颈是什么呢 秦晨没有直接回答 而是笑眯眯的问 产能 原材料 以及渠道啊 卓清风说他 那不就好了 单格的渠道再大 能有刘玄心大吗 要知道 刘玄心毕竟是大威王朝皇帝 跟百朝之地其他一些王朝 暗中也有联系啊 有他出面 原材料问题自然是迎刃而解 让宫廷猎药时加入呢 表面是他掌控了炼制过程 实际上 是我们平白多了一倍的免费猎药时劳动力 至于渠道 因为每个王朝都有单格分布 若以单格名义 贸然进入其他王朝 定然会引来单格的反弹 到时候 他们上述到北天玉单格 你能怎么办 也只能是乖乖让出一部分利润 可是呢 让大威王朝和我陈帝阁出面 将会畅通无阻 让大威王朝加入 产能 原材料 渠道 这三个问题全解决了 并且呢 我们节约了原材料成本 而上处的也就只有一成利润 并且得到一个王朝的权力支持 你觉得赚的究竟是谁呢 秦晨笑眯眯地看来 一旁的卓清风 已经彻底听傻了 一开始呢 他还觉得秦晨这条件 根本就是极为委屈 白让刘玄心赚了许多 可经过这么一分析 卓清风甚至觉得 被带进坑里的 反而是刘玄心 而他和秦晨呢 平白赚了一大笔 一旦解决了材料 产能 渠道等等问题 他们耽搁 就能迅速扩张起来 甚至 在极短时间之内 扩张几倍 十倍 这都不是没可能的 其实呢 做生意有时候 不能只考虑眼前的利益 而要看得长远 刘玄心野心很简单 跟任何一个帝王一样 都想开疆拓图 掌握整个百朝之地 但我们的目标却不同 这百朝之地 只是我陈帝阁的 崛起之地 秦晨眸光璀璨 百朝之地在他眼里 太过渺小了 但是呢 却是一个极佳的孕育之地 在这里 没人注意他 他可以不断壮大自己 直到有一天 惩切于众人面前 所谓风起于清平之木 有时候 星星之火 同样可以燎原 卓清风震撼地看着秦晨 此时的秦晨 就这么静静站在那 却有一种 让他无法仰视的威压 弥漫而来 竟让他这个半步巅峰的武王 有些喘不过气了 陈少到底是什么人呢 这股气息 就算在师尊身上 我也未曾感受到过 他如此年纪 能散发出这本可怕的气息 真是难以置信 卓清风内心感到了无比的震撼 但是陈少 你要那西城贫民窟干什么 那地方又抽又破 要过来根本就是麻烦 片刻之后 从镇经里回过神来 卓清风又有点无语了 西城贫民窟啊 这一直是皇室众多势力 最为头疼的地方 特别是皇族 这么一个贫贱肮脏之地 坐落于寸土寸金的皇城之中 可以说呀 就像戒险一样 岂不能一刀砍了 又不好治理 这是历代国君 极为头疼的地方 现在呢 秦晨居然跟刘玄欣 要了这么一块地 顿时让卓清风极为无语 这么一地方 虽然面积挺大的 但它一点实际作用没有 而且根本不值钱 完全不方便管理 就跟一累赘一样 我准备将西城贫民窟 建成我陈地阁 在大卫王朝的总部 秦晨笑着说道 啊 什么 卓清风眼珠子都瞪圆了 你要把陈地阁总部 建在贫民窟啊 他惊呼出声 表情好像见了鬼 不满的惊恐 没错呀 我之前考虑了一下 陈地阁总部要建到哪儿 但想来想去 整个皇城没一个合适的 都不能让我陈地阁 建一个类似单格的地方 也就只有贫民窟面积很大 价格又低 居住的都是一些贫民 房子呢 也没有自己产权 很适合开发的 哎呀 陈少 你这是太冲动了 我以为你要贫民窟干什么呢 卓清风一脸无语 说道 以我们刚才跟刘玄心谈的条件 你可以直接跟他向 皇城中心交易市场 索要一套最黄金的店铺 做总部啊 现在要这么一个破地方 哎呀 虽然是好开发 没那么麻烦 可陈地阁总部开在那儿 谁会来做生意啊 估计谁也不愿意来吧 卓清风苦笑道 早知道秦晨这个打算 打死他也得阻止秦晨呢 别的地方虽然贵 但至少有人流 有市场 贫民窟那地方 别说皇城贵族了 就算正常贫民 都不愿意查足 就怕玷污了自己的脚 陈地阁总部 若是开在那儿了 哎 恐怕一个人都没有 卓国主放心好了 我有办法让那贫民窟 变成一个黄金地带 秦晨说得十分笃定 脸上露出了神秘的笑容 呃 把贫民窟变成黄金地带 怎么变呢 卓清风狐疑地看来 就算相信秦晨的手段 但他也不相信 秦晨能解决历代大威王朝 皇室头疼上千年的问题 秦晨却没有直接回答 卓国主 我们丹阁生意想扩张 需要招出大量人员 这些天呢 还在疯狂招人吧 哎 没错 陈少那个特效丹药太多了 各地都需要人手啊 我们已经招了不少人了 但很多地方这人不够啊 希望刘学新加入 能缓解一部分人员吃紧的问题吧 虽然不知秦晨为什么这么问 但卓清风还是仔细地回答 那我问你 贫民窟哪些人 贫宿很难找到工作吧 秦晨又问了 那肯定啊 如果他们有稳定工作 也不至于在皇城里 租一个房子的本事都没啊 卓清风鄙夷的 那你说 如果我们给他们一个工作 他们愿不愿意干呢 哎 那还用说吗 肯定是强迫头都得干呢 我们可是当阁 不是任何人都能来的 卓清风眼睛一瞪 接着道 哇 陈少 你要把贫民窟的人 都招到我们当阁和陈地阁吧 不行 不行 说到这儿 卓清风急忙摆手 这个绝对不行啊 为什么不行呢 秦晨反问 白陈少 你是不知道啊 贫民窟这些人 不是我们看不起他们 也不是里面没有什么人物 而是呢 他们一向好吃懒做惯了 只能做一些低贱的活 而且还极为马虎 像我们丹阁呀 还有陈地阁呀 这么重要的工作 岂能给他们呢 卓清风急忙说道 我倒是不这么觉得 秦晨淡淡地说 没人想做一辈子的垃圾 渣子 或是被人骂得贱民 走到哪儿都被人瞧不起 他们之所以这样 就是因为缺一个机会 只要我们能给他们一个机会 一个真正获得尊严的机会 而不是像别的势力一样 给他们一个低贱的工作 我相信呢 他们一定会改变的 哎 好吧 就算陈少你说的对 他们会认真干 贫民窟那地方那么垃圾 你把陈地阁建起来 谁愿意来呀 卓清风又倒 秦晨淡小地看着他 我先问你啊 黄城这么大 大型势力有多少 中等势力有多少 小型势力又有多少呢 哦 像三大家族 宗门联盟 和我们丹阁这样大势力 怕是得有十来家吧 中等势力 可能上百家 小型势力就更多了 起码得上千家吧 卓清风略为算了一下 这些势力都在黄城有店铺吗 秦晨又问 哎 这怎么可能 黄城寸土寸金 黄城中心 最繁华交易市场 那些核心店铺 标价至少上百万中品真实 还根本没人出手呢 至于东城啊 南城啊 那些较为偏僻的大街 也得七八万中品真实一间吧 整个黄城能有一半势力 有自己店铺 那就了不得了 卓清风想了一下 接着到 这些天呢 他为拓宽单格市场 恶补了一下黄城的情况 对这些数据嘛 还是有很清晰的印象的 好啊 照你这么说 黄城里只有一半势力有店铺 那我问你 剩下一半势力 怎么做生意啊 我还是能做的呀 比如说 跟别的势力合伙 又比如 给一些势力做下游 还有啊 干脆依附于一些势力 卓清风不明白秦晨说这些干什么 那你说 如果我建一个广场 嗯 就是那种超级大的商业建筑 这里面什么店铺都有 有购买单药的 有购买武器的 有提升血脉的 也有交易血兽 出售材料 出售秘籍的 甚至还有吃饭的 娱乐的地方 以及居住的客栈 所有地方都集合在一个大的商业广场里 你说有没有人来呀 秦晨笑吟吟地问 卓清风被秦晨的描述惊呆了 他还从没想过会有这么庞大的一个商业中心 几乎是脱口而出 说道 那还用说吗 只要里面东西货真价实 肯定挤满人啊 目前 百朝之地交易市场还维持着比较原始的情况 就是一条大街上遍布各个市里的店铺 有丹药一条街 也有血兽一条街 而一些直闲的产业呢 都聚集到一块 像娱乐呀 吃饭呢 以及客栈都极为偏僻 远离皇城中心 这导致有些舞者需要购买丹药士 得跑上好几个街区 找上很久 而想购买一些材料和武器 就得上别的街区去 最终 想吃饭了 还得穿过好几个街区 累都累死了 如果有这么一个庞大的商业中心出现 什么东西都能在一个地方找到 那肯定是人挤人挤疯了